因应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缓和情况,5月6号,香港特区政府康乐级文化事务署重新开放部分图书馆和博物馆,而部分路上康乐场地将分阶段于5月6号和5月11号重开。 位于铜锣湾的香港中央图书馆6日起局部开放,为避免人多聚集,图书馆实施特别开放时间,每次开放时间约一个小时,当日开放时间为下午一时整。图书馆提前30分钟派筹,让市民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进馆,从而控制入场人数。 市民叶先生说,自己中午12时许来到这里,虽然要等待一个小时才能入馆,但中央图书馆资源丰富,所以重新开馆的第一天就来了。 疫情好转,对于康文署分阶段开放康乐场地的政策,许多市民表示能够理解,市民叶先生更对此表示认可。 逐步来,这些措施第一天就会更紧的,然后陆续的开放的话是好事来的。 基本上现在人多的地方都不是人都太敢去的,如果你说他有个方法给你,可以不是聚集那么多的话,而你又可以做到你的事的话都不妨一事的。 除香港中央图书馆及六间主要图书馆重开外,部分户外免费及收费康乐设施亦在当日起重新开放,如围园网球场、草地滚球场、滚轴溜冰场等。 而在5月11号下星期一重开的均为室内康乐设施。 据悉,康文署辖下其他早前关闭的公众游泳池、泳滩、足球场、篮球场等公共场所将继续关闭,直至另行通告。 就其他服务措施方面,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表示,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些放宽,将在适当的时间公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